大家好,又是我,我是亮哥 今天给大家讲的是一部挑战一三观的电影 超新约全书 电影开始,主角是一个十岁的小女孩,小雅 她的父亲是上帝 不过上帝有点颠覆我们的想象 她是个十足的中年屌丝 整天穿着睡衣,脾气暴躁 她唯一的乐趣呢,就是面对一台电脑 每天设置各种规则来戏耍人类 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人类的痛苦之上 除此之外呢,什么都不会 没有审理之类的特异功能 哦,也不全是 她还会看电视,喝酒,睡觉 当然也会进行一件体育活动 比如说达达老婆和女儿 小雅的妈妈则是位标准的家庭妇女 拉里拉她胆小懦弱 在丈夫面前一声不吭 小雅还有个哥哥就是耶稣 不过早就离家出走了 耶稣的结局大家都知道我就不说了 而这个家里除了上帝没有审理 其他人都有审理 他们住的是一套破套房 而且没有通向外界的大门 每一扇门的背后永远是一个房间 这天小雅又被父亲殴打 任无可忍的小雅决定报复上帝 他先向成为了雕像的哥哥耶稣请教 耶稣告诉他 只要你再找六个门徒 加上我的十二个门徒 正好十八个门徒就能改变世界了 小雅问怎么找门徒啊 耶稣说很简单的 你去父亲的档案里随便找上六个人 然后通过留下的通道到人间 随便展示一下神迹 保证能收到门徒 接着小雅开始行动了 他称父亲救罪睡着后抽了钥匙 进入了父亲工作的那间神秘大房间 随即抽取了六个人的档案 作为他未来门徒的人选 还恶作剧般的用电脑 将每个人的死亡时间 全部发送了出去 还把电脑弄死机了 然后通过耶稣留在洗衣机里的通道逃走了 人类这个时候就一团糟了 社会秩序被破坏了 大家都清楚的知道自己的死亡日期 是有人欢喜有人愁啊 比如这位小哥 得知自己还有62年的寿命 就开始花样做死了 关键是人家还死不了 再说小雅 他经过一段艰难的爬行后 终于从洗衣店的某个洗衣机里 来到了人间 开始了寻找门徒的旅程 他先找到了一个善良的流浪汉 来记录超新月全数 上帝这边呢 看电视知道了一切 一看钥匙没了 再看电脑死机了 上帝彻底疯了 于是呢 他也通过通道 要来人间找小雅 让他给自己重启电脑 小雅这边 他找到了第一个门徒 如花 小雅是这样描述他的 天生丽质 楚楚动人 清国清澄 冒昧如花 这个我真的没看出来 也许是审美的差异吧 如花是整栋楼的楼花 有许多男人爱慕他 同时又有许多女人嫉妒他 然而因为小时候的一场事故 他失去了左臂 导致他非常的自卑 把自己封闭起来 在得知死亡日记后 他决定还和以前一样生活 第二位门徒是胡子叔 他从小热爱冒险 梦想就是成为伟大的探险家 然而现实把他的理想淹没了 如今年过五十 他仍然单身午后 每天做着烦躁的工作 在得知自己的死期后 胡子叔对人生失去了希望 他把公文包塞进了垃圾桶 然后哪里也不去了 开始睡在公园的长椅上 小雅找到他后 用一只小鸟的话告诉他 既然可以自由飞翔 为何去陆于公园呢 让胡子叔重新燃起了希望 跟着小鸟开始了他的冒险生涯 第三位门徒是一位自称色情狂的人 小眼镜 他自从小时候看见林家姐姐穿着比基尼后 就迷恋上了女星的眉 可是迫于世俗的观念 和自己的经济条件 他一直压制自己的想法 得知自己的死期后 他开始放纵自己留恋色情场所 观看脱衣物表演等等 小雅找到他后 给他指了一条名路 给爱情动作片配音 这既满足了他欣赏美的需要 还能让他有份工作收入 在这里小眼镜如雨得水 还遇到了自己小时候的林家姐姐 并最终收获了爱情 第四位门徒 是一个只想当杀手的大叔 魁梧男 他从小就迷恋死亡 他十分冷血 渴望杀戮 虽然有老婆孩子 但却不是他爱的人 他没有爱 他不爱自己的老婆和孩子 得知自己的死期后 他买了一把狙击枪 准备大开杀戒 按照他的说法 如果开枪打死了谁 说明他的死期到了 我只不过是上帝的刽子手 在小雅看来 他这是缺爱的表现 于是在小雅的指导下 他对着如花开枪了 打中了如花的假币 而如花却没有发觉 随后魁梧男感觉这是个奇迹 疯狂的爱上了如花 疯狂的追求着如花 最终两人都收获了爱情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两个人都获得了新生 第五位是一个富婆 当他告知丈夫自己 仅有五年的寿命时 他发现丈夫表现出 如实重负的神色 因为他的丈夫 还有39年的寿命 这说明了他们的婚姻 是个失败的产物 随后他开始释放自己的欲望 他找了个小鸭子 可是小鸭子不能理解他 不能爱护他 只能图一时之欢 小雅就带着富婆 去马戏团散心 谁知富婆和马戏团的 一只大猩猩看对眼了 富婆就出高价钱 买回了那只大猩猩 从此一人一心 好不快活 等他丈夫回来时看见 老婆找的小三 居然是一只大猩猩 一阵的懵逼 更懵逼的是 丈夫居然被大猩猩赶走了 我了个去啊 最后一个门徒 是一个想变女孩的小男孩 只有十几天的时光了 遏着自己的死期后 他鼓起了勇气 告诉了父母 我想变成女装大佬 好在他的父母还算开明 支持着他在生命最后时刻 做自己想做的事 接着他穿上了风骚的小红裙 迈着自信的步伐 走进了笑语 小雅找到小男孩后 他肥的小男孩 度过了几天快乐的时光 得知小男孩想去海边后 小雅带着小男孩 一起到了海边 同行的还有另外 无为门徒 再说上帝这边 刚来到人间 就被几个小混混揍了一顿 他设置的各种弃人规则 都应验到了自己身上 到处说自己是上帝 却没有一点神力的他 却到处该打 简直是惨不忍睹啊 好不容易找到了女儿小雅 小雅却施展神力 带着自己的纪录冠 从水上从容离弃 留下了一脸懵逼的上帝 最后还被当做难民 遣送出国 在海边人生鼎飞 因为有许多人都想死在这里 边上还有服务人员喊话 今天死的带黑袖套 家属带白袖套 看看这边的海滩服务 还是不错的 接着众人围着小女孩坐下 等待死亡的降临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 这时候天边出现了一架飞机 看情况飞机出了故状 马上要坠机了 而上帝也正好在这架飞机上 飞机上海滩边 众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再说小雅的妈妈 自从上帝走后 她逐渐发现了生活的美好 连做家务都可以哼着歌 在飞机即将对机的时候 她正好拿着吸尘器打扫卫生 就把电脑的插头给拔了 完事后又把插头插上了 这时候电脑重启了 妈妈饶有兴致的输入了密码 电脑出现了一行字 女神很高兴再次见到你 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电脑本来就是妈妈的 只不过妈妈爱上了现在的上帝以后 把权力交给了她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家人 只有爸爸没有审理 看看渣男是多么的可怕啊 由于妈妈重启了电脑 世界的规则改变了 飞机没有追击 死亡倒计时也消失了 一切又恢复了原样 不同的是上帝换人了 世界的规则也改变了 妈妈正在按照自己的喜好设置规则 天空可以使五彩缤纷 全球变端也不会使冰川融化 重力对人类也没有了影响 男人还可以怀孕生宝宝等等 当作难民 安排成了一名生产洗衣机的工人 不过他还不死心呢 每个洗衣机都要看一下 有没有通道 看完这部另类的电影 我只想说八字 打破枷锁 呼唤自由 其他的就不说什么了 因为有的人看这部电影 觉得是神作 有的人就看不下去 还不如依托爸爸那 好了下期再见 好的掰